作词 李宗盛 在这片离苍穹最近的土地 仍感叹于自然的浩瀚生命的渺小 也更容易产生对于神灵最由衷的崇拜 一花一木一石一草 都渗透着藏文化的纯火和树木 当神圣的高原造物与严谨的人类记忆相融合 唐塔作为自然造化与人类文明的结晶 也就成为了一个民族不惜的追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据文献记载 唐塔起源于吐蕃王朝孙赞刚故时期 是藏族文化中独具特色的绘画一种形式 在西藏被视为珍宝 唐塔在内容上多为宗教、历史、医学、民族等 记载着藏族的文明和发展 堪称学域文化的百科全书 文化中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外国人们是达民主迁的 旅客人在外面里的小阳 您记录很多人在旅行年代的 但是何人也在藏族中 这些借友 堂卡从表现形式上 可分为堆绣堂卡 似绣堂卡和绘画堂卡等等 根据底色又分为彩色堂卡 金色堂卡和黑色堂卡等 这是一年一度的折望寺展佛 展出的这幅巨幅堂卡 就是堆绣堂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中 西藏堂卡这门艺术 随着艺术家的不断传承和创新 形成了尼泊尔 齐乌港八 免唐 钦泽 嘎赤 免萨等画派 受尼泊尔绘画风格的影响 公元七世纪左右 西藏寺庙内的壁画 塑像等 都由尼泊尔和藏族的画家 雕塑家所塑绘 自此之后 到公元十三世纪之前的 由尼泊尔和藏族艺术家创作的作品 后人一并称之为尼泊尔画派 尼泊尔画派造像较为简单 身段僵硬 着衣少而担保 事物沉重感强 齐乌港八画派 由雅堆齐乌港八创立 这一画派主要流行于十三世纪的魏藏地区 是继尼泊尔画派之后的第一个本土画画派 在保留尼泊尔画派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 增加了本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生活 在藏族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创立于公元十五世纪的缅塘画派 由缅拉顿珠创立 以拉萨为活动中心 主要流行于魏藏地区 其造像法度金言 尤其注重线条的运用 线条工整流畅 色调活泼鲜亮 变化丰富 于缅塘画派创立于同一时期的钦泽画派 因其创始人贡嘎港堆钦泽钦末而得名 主要流行于后藏和山南地区 钦泽画派于缅塘画派的出现 为十四至十五世纪上半叶 流行于魏藏地区的印度尼泊尔绘画样式 画上了句号 为中世纪后期本土藏族绘画样式的形成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刀赤画派创立于公元十六世纪 由南喀扎西活佛创建 该画派在缅塘画派的基础上吸收了汉地绘画中青山绿水 人物及其他绘画技末 作品具有浓郁的汉地风格 嘎玛德勒大师是嘎玛嘎赤画派代表性传承人 如今已年过八旬的嘎玛德勒大师 仍然进行唐卡的绘画制作 并不遗余力地延续和弘扬着 嘎玛嘎赤画派的古老传统 嘎赤画派主要流行于西藏昌都 青海玉树和四川的部分藏区 缅塞画派于公元十七世纪中叶创立 发展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市创始人诸古取英加措大师 在继承缅塘画派绘画技艺的基础上 吸收了青泽画派和嘎赤画派的绘画精髓 而形成的新画派 欣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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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发展 兴起了大批的唐卡绘画画派 安多强巴大师 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他所创立的安多强巴写实派 把藏宗传统绘画 汉宗传统绘画 以及西洋画结合起来 开拓了西藏唐卡绘画艺术领域的写实风格 所以说我觉得西藏画 比较优势第一个它的根 来自西藏最正宗 最有说法 包括两度级都从西藏出去的 第二个就是 就是西藏的画派 他们在发展创新当中 他们是多元化的 拉出距离来了 无他流派 他就是有国有国有的特点 他风格多元化 内容极其丰富 那么后边派生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青海啦 什么甘肃啦 包括四川的风格都从哪来 但只不过又发展了 又有不同的地域特色 所以这他又是 所以我说西藏画面 这是他的最根本的东西 我认为西藏唐卡艺人 通过他们自己的作品 让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认为他们还是能够坚守唐卡艺术家 唐卡艺将 叫创作底线也好 叫绘制底线也好 就是说 首先要心诚 心静 把画唐卡作为一种 叫宗教信仰 作为一种个人修为的一个手段之一 它不是很简单的 很盲目的和市场对接 我认为这一点呢 也有人说 你们走得慢 你们怎么怎么样 我认为文化的东西 艺术的东西 它追求的是千秋万代的 它绝不是一时足一时之力 唐卡的神气之处 在于它的颜料都是纯天然的 而颜料的调制 是唐卡能否绘制成功的秘密所在 唐卡的基本颜色 为红 黄 蓝 绿 白 五种 由孔雀石 朱砂 雄黄等矿石制成 加入植物颜料 就可以调制出几十 甚至上百种颜色 另外还包括金 银 珍珠 绿松石等名贵宝石 采集而来的矿石 研磨成粉以后 放入适量的水 经过反复处理和沉淀 滤取所需要的部分 这样才能保证唐卡颜色的鲜亮 而植物颜料的掺入 除了调制颜色以外 还有益于唐卡的长期保存 准备充分的颜料 在唐卡绘制过程中固然重要 但对于唐卡画师而言 一支画笔的好坏 也关乎唐卡的成败 绘画唐卡要用二十种不同的画笔 制作画笔是唐卡画师必备的记忆之一 制作画笔 首先要选笔毛 而猫的尾毛历来被画师所中爱 这些传统画笔的制作记忆 在2013年被列入自制区籍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制作画布是绘制唐卡的第一道工序 唐卡的画布大多采用棉布 裁剪后绷在画架上 在画布上涂一层流胶 再涂一层人布白 晾干后 再用原石反复打磨布面 直到光滑平整 没有细微的动眼为止 白描和所有的绘画艺术形式一样 是必须的一个步骤 画师依据唐卡的题材 用画木棍削减烧制而成的探笔 按佛书造像梁度精 勾出佛像轮廓 各个部位比例关系极其严格 每一个唐卡画师必须牢记于心 对画好的探笔白描底稿 用淡墨勾线定高 以免探笔颜色脱落 唐卡一般围绕着中心人物按顺时针方向 与中心人物有关的人物或故事布满一周 每幅唐卡都描绘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唐卡绘制中 画师的坐姿不能随意 必须端正地盘膝而坐 因为画笔细小 落笔和着色容不得一丝熟乎 一旦出错 整幅唐卡就会前功尽弃 这里是缅萨画派传承人 罗布斯达所创建的唐卡画院 在保护和传承传统唐卡绘制技法的同时 免费对唐卡感兴趣的学生 提供学习和生活保障 色彩的处理和运用 是唐卡画的基本技巧 上色时 一般先给唐卡的天空和大地上 然后依次给服饰 肌肤 祥云等上色 占笔的技法 也关系到画面的色彩效果 用画笔从盛放颜料的碗里 占颜色时 金粉 银粉等颜色 要从画碗壁占去 而蓝色 则要从画碗的底部占去 上完色的唐卡还需要勾线 线条的运用 在每幅唐卡中都有不同表现 唐卡着色之后是描金 根据唐卡篇幅的大小 用托盘天秤量取出适量的金粉片 金粉片加入以熬制的明胶 通过加热融化并研磨 对入适量的清水后 就可以描金了 描完金的唐卡还需要一个特别关键的处理 就是抹金 抹金就是在唐卡描金之后 磨出有丰富层次的图案 使画面富力堂皇 光彩夺目 而抹金用的笔是用天珠做的 天珠是一种含玉智和玛瑙成分的沉积岩 在藏传佛教中被视为佛教圣物 开眼是指眼睛 嘴唇鼻孔等关键位置的绘制 这个步骤不仅是唐卡整个绘制过程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步骤 更是一个隆重的过程 佛主的慈悲 护法的威严 全靠眉眼来展现 佛像及人物的神态是否传神 是判断唐卡好坏的主要标准 只有经验丰富的画师 才有资格为唐卡开眼 开眼后的唐卡 才能算是一幅完整的唐卡 唐卡是用时间打磨的艺术 一幅唐卡最少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 大型的唐卡甚至需要几年的时间 才能完成 在市场化的大潮之下 生产流水线时的批量生产和工业颜料的应用 给传统的唐卡带来了冲击 然而在雪域西藏仍有许多唐卡画师 默默地坚守着古老的绘制方式 传承着这一古老的艺术 保持着作品的纯正 学习绘画唐卡 轻注着画师毕生的心血 对于唐卡画师来说 他们深知其中的道理 长期以来 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投入大量资金 保护这一藏族绘画艺术 唐卡绘画传承方式 从原有师徒口传新手的单一模式 逐步发展成为传统教育 与学校教育并存的传承模式 西藏大学艺术学院 各类职业院校 及各唐卡大师开办的唐卡培训班 如雨后冲损班出现 先后举办唐卡系列精品展 唐卡传承人论坛 即推荐参加国内各类展览展示活动等方式 为年轻的唐卡画师答疑解惑 为经验丰富的画师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 更为唐卡的研究留下了重要的文字记录 在保护传承唐卡的同时 也极大的提升了藏族唐卡的知名度 及美誉度 得到了各级唐卡传承人的积极参与 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 截止2016年 西藏现有自治区级唐卡项目八项 其中缅唐派 亲资派 嘎马嘎赤派 缅萨派 及直孔刺绣 五个项目入选国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唐卡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三名 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十八名 西藏等级唐卡画师九十九人 先后命名一个国家级和一个自治区级 非移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十六个自治区级唐卡传习基地 据不完全统计 国区年创作精品唐卡一千余幅 年生产销售额上亿元 唐卡从业者两千余人 唐卡艺术已经进入了全盛时期 一个复兴时代 唐卡这一具有浓郁民族和宗教色彩的艺术 受到了世人越来越多的喜爱和推崇 这种用彩断装表后悬挂供奉的卷轴画 不仅凝聚着藏族人民的信仰和智慧 记载着藏地的文明历史和发展 而且是藏族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斑斓的藏文化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西藏唐卡至今有存的最大秘密 恰恰在于坚守这一传统的艺术家 和适合其生存的藏族传统文化这一卧土 虽然他们大都不曾在唐卡上留名 但却赋予每一幅唐卡莫大的感染力 这也正是西藏唐卡之所以传承千年的奥秘所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